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自辽宁省福顺市西敏县的一个偏远的农村 很有幸运能站在这个台子上为大家来忏悔我所造过一些恶事 那么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内容呢分为三部分 第一个呢是我是怎样种植有毒的大白菜 第二件事情是向大家汇报我是怎样怎样养殖有药物残留的组 第三件事情向大家汇报一下现在养鸡场里的一些所见所闻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 而我们这个饭菜呢基本上都是都是我们农民生产出来的 那么当一个没有得到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农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么就像刚才我汇报的就会干出这些事情 首先向大家汇报我是怎样种植大白菜的 在我们东北呢 种大白菜有句厌语说投福萝卜二福菜 也就是说在第二个福田开始种这个白菜 那当这个白菜渐渐长大呢 很快就绿秀了嘛 气温越来越低 所以这个白菜呢基本上是不需要打农药的 也没有什么害虫 一直到守护 就像秋天和冬天我们吃的这个大白菜 那么在我们北方呢就存在一个反季节的问题 在我们南方可能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北方呢就是这个季节是种这大白菜的 但是因为反季节蔬菜比较那个利润比较高 所以说我种的是反季节蔬菜 什么是反季节蔬菜呢 就是违反了季节规律生产出的蔬菜 就是反季节蔬菜 那么我种这种大白菜呢 它是春末下厨的时候开始种植 收获的时候呢正是剩下 因为气温越来越高 那么这个害虫和冰菌也越来越多 为了保证这个菜的产量和这个菜的外观质量呢 那么我就得要需要打大量的农药 这个白菜的生长期呢 大约是七八十天 平均下来一个星期要打一次农药 在每次打农药的时候 说明书也告诉我们 必须得戴上口罩 手套和涮上血着 不然的话这个农药 如果要碰到你的皮肤啊 特别是原液 碰到你的皮肤 如果你不赶快用清水把它洗掉的话 会把你的皮肤扫坏 所以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一直到收获的时候 差不多要打十几次农药 那么打这个农药呢 一直到收获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来到我们村里来买菜的 往往打上农药之后 就有就是这个买菜的 它是不定时的来收购 并且这个菜的价钱呢 它这个行情上下浮动特别大 所以说呢 我为了挣钱呢 所以根本就不考虑这个 因为是可以说是见利忘义吧 因为当时想了就是怎样赚钱 也想到了这个残留问题 但是想了也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说干出了这样的事的 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说我也不是什么老师 我也只是一个很缺少道德教育的这么一个农民 所以说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也害了不少人 因为头一年呢 种的这个菜比较 面积比较小 第二年你想要多挣钱 又扩大了面积 结果呢 第二年又赔了钱 因为我住那个地区吧 是在一个山沟里 很少到我们的地区来买菜的 所以第二年我就赔了钱 在我第二年不逛赔了钱 在那年的冬天呢 我父亲呢 到那个骑士生社到外边去 甩了一脚 就把那个腿骨给甩断了 那么在炕上躺瘫了差不多半年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 我后来学习传统文化 我才联系到一起 因为这个财啊 大家也听到了 才有集材和信用材 那么我卖这个白菜 本来是件好事 但是我因为这个 没有按这个说明书上这样做 因为这个农药呢 它有一个残留期 只有过这个残留期 这个蔬菜才可以卖 大约都是一个星期 可是我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 结果我挣了点钱 第二年赔了钱 然后呢 我父亲呢 又甩断了腿 现在学习传统文化才知道 易经里有一句话 这样说的 说 吉不善之家 必有余样 嗯 正是正是这样的 这个样 不光是栽样 而且是样一道家人 那么 现在呢 我就看到了一份报纸 这一档报纸是北京青年报报道的 就是在我们深圳 在今年春天又检测了 这个毒豆角事件 前些议人呢 看到电视台里呢 又报道了一些那个毒韭菜的事件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我当时那年不种菜 那个菜赔了钱 我就不干了 那么今天 如果我要不学习传统文化的话 可能这一次农药操标的事情 可能我也会干出来 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呢 我烦死了一下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已经断送了一百多年 我们许多农民也没有学过传统文化 只是为了钱 因为我们现在各行各业 都是为了钱嘛 只要挣钱就可以 所以说干出了这样的事呢 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缺乏了这个道德的教育 使我走到今天 因为我的生活一直都不好 头几年一直都是赔钱 家里头一直都不富裕 那么我们现在国家呢 也对这个蔬菜也特别严格 也是三令无神 可是为什么这些事情 还是屡里出现呢 所以说我在这里头呢 我也要劝许多农民 这边谁也没有这个反季节蔬菜 我也要劝他们 不要再这样做了 因为挣这个兴材 毕竟是留不住的 那么我也要对各位观众 听众大家说一声 就是我们吃这些东西啊 往往是反季节的 什么是反季节 就是往往这个季节 不生产出来什么东西 我们骗药去吃它 我们这些瓜果蔬菜啊 因为这是反季节的 所以说它是违背道德的 那么我们就要用大量的药物 来催催它 让它快点涨 让它在不应该成熟的季节成熟 所以说往往是对我们身体有害的 所以说这个道德正是与我们每个人身心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也要劝这个 所有的农户吧 我在网上调查了一下 这个素菜检测部门 比如在我们省镇 就是被这个进入市场前被检测出来的 往往这个一检测出来 媒体一曝光 而使我们就几份的这个农药钞票 而使一大部分的素菜没有人购买 从而导致我们许多农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农民 如果要是听着这个光碟呢 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去做了 既害人又害己 最后是挣不到钱的 因为凶财凶辱 一定是凶处的 那么我再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是怎样养住的 因为种菜赔了钱嘛 我就开始养住 在我小的时候呢 我们农村呢也养住 这个住从小养到大 得一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养住用多长时间呢 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农村现在养住四个月 就可以长到二百多斤 也就是说用过去的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的时间 就能长得比你一年长得还大 为什么呢 能长得这么快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追求西方这种文化嘛 更高更快更强 也就是说最低的成本 最快的速度 获得最大的利润 我也是这样想的 长这么快的主要原因 就是喂饰鲨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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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我再重复一下 头一条说的 石料中含有药物添加剂 最后一条 除蓝前七天停用 那么为什么要停用呢 因为这里头有药物添加剂 那么停七天呢 我想我个人理解 就是为了这个主要 把这个药物新陈代谢出去之后 这个肉没有对我们这个 里头这个药物对我们身体 没有伤害了 你才可以卖这个主 但是我这样做吗 我并没有这样做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呢 这个主从小就开始喂饲料 当它一步步长大之后 长到四个月 你把这个饲料一断掉之后 因为它吃惯了这种口味 它就不 那几天而已 再停料那几天 它基本上就不爱吃食了 然后它不但不长秤 甚至有时候还会掉秤 那么我养主就是为了挣钱 我养一天 我就要多挣一天钱 多长一斤肉 所以说我没有停这个饲料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到我们村里来买主的赏饭 也特别多 你说我不可能告诉这个赏饭 说你七天之后 你再来买我这个主 这个价钱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如果七天之后 这个价钱如果落下来 我会少挣钱 甚至赔钱 因为我一心就是为了挣钱 我养它就是为了挣钱嘛 那么 所以说只要来买主的 我甚至还是想 再多喂一点食 让它赶紧卖出去 让它能够买 乘更多一些 卖更多的钱 那么我在那年呢 我养了几头主 因为在农村 我家庭比较贫困 也没买太多的主 但是卖了几千块钱 也没有留住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在养主这年 我母亲户前一间 又得了一场重病 然后呢 我母亲今天上医院 明天去买药 后天去扎滴流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把卖主这个钱 又都花掉了 而且我母亲 还早上的罪 那么大家也感受到了 我这样做 挣的还是凶财 最后还是凶入 凶处 那么我带着这个 我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呢 因为我养主是在四五年前 那才养的 头三年前呢 开始学地质贵 学习这些传统文化呢 我对这些事情 我知道我做的是错事了 我得到这样是 可以说是报应 也就是反作用力 那么 是不是我这只是偶然的呢 我就到了一些租场 去打听 打听的结果 有一个租场 他家养了几百头租 这个厂主 四十多岁 得挠血缩去世了 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养主 还有一个养鸡厂子 他们也是为了 也是鸡鸟 那么他在有一次 去算账的时候 算那个厂子里头 去算钱的时候 当他回了钱 赛斯几岁他 来把路预留撤祸 被撤撞死了 那么我在讲这个 在施加壮 讲这件事情下 下边有一位挺重 他是施加壮的 一个养鸡厂的 专业户 当我下台之后 他跟我讲 他令我更镇静 他说他养鸡 养了十五年 他说你那头四年前养鸡 他说我现在养鸡 用的食料 比你这个食料 还要搞当 他说我停药器 是多长时间 二十八天 他这个食料呢 他告诉我 他做过试验 这食料长肉 长得最快的时候 一天可以长 三斤三两肉 大家想一想 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那么他 我说那你挣到钱吗 他说我在零 零七年 挣了二十一万 他说第二年 猪大面积死亡 结果他周围 十一家养猪场 基本上全军覆没 他死了一朵半 然后呢 他上学 孩子都是借的钱 我说那你赔这么多钱 那你那个猪怎么办了 他说那我也得尽量 让少赔点钱呢 我那个猪也想法卖 我说那国家是不允许的 你能卖出去吗 他若带那种 那种笑容 就是说他不太好意思的说 他说那猪 也都卖了 因为有那个收购的 都是和他们带线联系 在他们那个租场墙上 写上电话号码 你只要打那个电话号码 就会有人来守租 他说不光我的卖了 他说我们周围的租场 也都卖了 那么他有些是说 夏天的时候 死了两三天了 这个租已经都腐烂了 仍然还卖 这次呢 他是因为他这个 口音吧 他对普通话讲得不太好 所以说他没有来 他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 他现在为那猪 那时候我问他 那你停料没停料28天呢 他告诉我 他那28天停料吗 他说我一个小时都等不上 就都卖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现在的这个猪 喂这么些药物 还敢吃吗 那么我向大家 再汇报一下第三件事情 就是我在洋鸡场的一些所见所闻 因为在我们农村 洋鸡场特别多 特别北方 这个洋鸡场 现在洋鸡 和过去洋鸡 也是不一样的 过去农村在家 现在农村家里头也洋鸡 也得一年的时间才能长大 现在洋鸡要多长时间呢 40多天 就可以为了比你一年长得还大 也是喂饲料 并且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在几年前我就听说过 说现在鸡都会吃啥 我当时根本不以为然 当我学传统文化之后 我对这些事情 注意了 我在上那个养鸡场 走访了许多养鸡场 最后打听到 正是这样 在我们当地呢 这种自杀的形式叫什么 叫蹦死的 就是这个自杀的机场里头 忽然间一只击 或者是击自己 从地上蹦起来 蹦几次 这个蹦是指蹦跳的蹦 蹦几次之后 然后就开始在这个地上挣扎 有的嘎嘎叫 有的拍打尸房 然后有的就是蹦几下之后 在地上就开始挣扎 你根本就没有杀它 但是它就像你被杀的是一样的 就这样死掉了 当时我问那个养鸡场 问了几家养鸡场 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他说是营养过剩 那过去怎么没有这种现象呢 那么它为的呢 也是饲料 这也是主要原因 还不光是为的饲料 我在路过我们临村的一个养鸡场 我发现它在这个养鸡场门口 一大队的这个药盒包装袋 我当时特别惊讶 我问他 我说这么一大队药得多少钱呢 他告诉我 这一队药得一万多块钱 他养了几千之计 大家想一想 几千之计 十五十天 为了一万多块钱的药 这个脊肉你敢吃吗 那么我们也听到了 许多医生告诉我们 不要让我们乱用抗生素 可是现在我们养殖的许多东西 都在大量的用这些抗生素 用这些药物 我带这个问题呢 到一个饲料店 去问他 那么这个饲料店的店主呢 他跟我这样讲的 他说 我说这个脊肉里头 和现在养殖的这些肉里头 有没有药物残留 他跟我的回答是 他说我是兽医 我卖兽药 我卖死料 我还不知道吗 我从来就不吃这样的肉 许多我们农村养鸡场的厂主 他们也不吃这样的肉 那么我这做这样的汇报呢 也三十多长了 这个你们可以到网上查 你就查那个注尸料或者计尸料 它立刻都会显现出来 多少天可以出来 都会出现这些事情 那么你说 现在我们过去一年吃多少肉 我们现在一天要吃多少肉 吃了全是用这些激素 药物脆大的肉 想想我们现在这些癌症啊 心脏脑血管疾病啊 心脏的疾病啊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青少年 出现的肥胖病啊 早熟啊 因为这个我们老祖宗说 民以食为天 还说了呢 病从口入 我学了传统文化 我才真正知道 我们身体不健康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吃 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我们失去了 人意理自信 生活在怒恨 这里头我们证他们 跟网上也看到了 因为我这个在网上 也有这个报道嘛 他们说什么 他说你讲了点事情 谁不知道啊 也就是说这些事情 在我们农村 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 你打听一下我们农村 很少很少吃这些养殖的肉类 所以说我今天讲 许个人都知道 只不过是没人讲而已 大家还可以到中央电视台 第二套节目里头去查一下 在去年呢 有一个健康之路 里头报道了 中国健康调查报告 那里头详细的 一些那个健康专家 详细的说明了 现在这个肉类 对我们身体这个巨大的伤害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 种植也好啊 养植也好啊 为什么要用这些药物呢 其实我学了传统文化 我就开始反省这些问题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消费观念 和过去是不一样 我们市场上又没有什么 我们又要消耗什么 另外呢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 萃这个肉呢 萃这些养殖的东西呢 这些养殖 我到那个饲料店去问的时候 它那里头什么养牛的 养那个鸡的养猪的 羊的各种饲料 特别在我在那个养 养牛场里还调查过什么情况呢 大家有些都知道 说这个 这个植物啊 就是这些粮食作物用化肥 现在那个喂牛 养殖场那个牛还喂尿素 都给它吃化肥 你想一想 我们天天养殖的这些东西 对我们身体是巨大的伤害 那么我反省这些事情呢 我就考虑大家 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是一个农民 我说的不一定对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我们现在的肉 为什么要生产这么快 因为供不上消费 吃的人太多了 那么谁给我们提供这种方便呢 我们农民没有什么文化啊 没有什么能力啊 科学家 由自私的人 他们提供这些药物技术 用各种方式来满足我们 刺激我们这种欲望 他来制造这些东西 让它快速的生长 包括一些蔬菜瓜果 包括这些养殖的一些动物 那么 那么我们今天的高科技 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方便 可是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啊 大家想一想 说假奶粉的 他绝对不会对他的儿女吃假奶粉 那么卖假酒的 也不会 他不喝假酒 那么他能保证了 他不吃到那个假奶粉吗 那么我卖这个菜的 我能保证了 我不吃到那个假药吗 大家想一想 我们各行各业 做出各种这样的事情 都觉得自作聪明 我觉得我也自作聪明 可是我在不知不觉的 伪害别人 同时不知不觉的 别人也在伪害着我 那么我们这个道德 我们的地质鬼传统文化 再因为他是迷信 再不去弘扬他 我们每个人都将是受害者 那最后的结果 我们只能是通归于尽了 当然了 这个 这是我 我是一个农典 这个话也不配我说 我就是说 学习传统文化 我有了这么点的体悟 那么在问总理 在头一天的视频里 大家也看到了 温总理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 真正的经济学理论 绝不会与最高的伦理道德 才生冲突 也说我们的经济 发达到这么高 这么快 那么最后 导致我们的结局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着 幸福健康美满 可是我们追求到了吗 所以说 独于说 德之本也 才之末也 所以我也希望各行各业 也包括我们农民 也包括其他行业 我们都来学习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文化 只有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深信才能健康 那么我做这些事情呢 做了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确实很内疚 当我学习传统文化之后 我就开始反省自己 为了洗刷自己这个罪恶的心灵呢 我就买了这个二手的电脑 可露这个光盘 四处去分发 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学习传统文化 也能够去四处去弘扬传统文化 这样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区 我们每一个地区就会和谐 我们的单位也会和谐 国家就一定会和谐 那么讲到这里 也非常感谢大家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放出来 我们辽宁电视台报道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十几 这个鸡肉啊 鸡死了也都卖了 你想鸡这么大都能卖 那些猪啊 大的圣口死了 它能留着吗 全都得卖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的报道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都忙着办年货呢 这个鸡 是家家户户餐桌上都少不了的 不过今天有位养鸡专业户 给我们爆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这鸡肉可不能随便吃啊 爆料者带记者来到了 大连瓦房店的一个小村庄 这里家家户户都养鸡 记者走进这里的时候 倒吸了一口凉气 家家户户门口堆放着死鸡 小的几十只多的上百只 颜色发青 散发着一股异味 这死鸡肉可病啊 还是长病 养殖户的口气相当轻松 他说它有两个鸡房 饲养着两万多只小鸡 在鸡房门口 也有很多死鸡堆在一旁 你像现在河雅 这垃圾掉多两千七万个 两千七万个 是 一共养多只 上百九五五到一百 记者走进隔壁一家养鸡场 两大麻袋死鸡严强堆放 而养殖户竟然告诉记者 这些都是新鲜的死鸡 这两代都是 这有多少 二八这超多了 这多长时间死的 昨天死了 昨天到现在 一天一寿 一天都有死的 有 一天都有 一天都没有 是吧 都病死的吧 对 知情者说 瓦房店有七八十家养鸡场 而整个镇上 有上千家养鸡场 每天的死鸡数量难以计算 而知情者接下来的话 更让记者震惊 每天早上都有人 现在每天这片有两个人 古典两个人 十几个人 就在我们这一片 十几个人 别的地方还有 专门生死鸡 专门是 他事业里的受死鸡 他生死鸡多吗 老了 有意思 他们生的多 他们有多年都生 养鸡户们说了 凡是有养鸡场的地方 就有收死鸡的人 他们拉帮结伙 乘帮乘派 出动各种交通工具 收取死鸡 光一个骑摩托车的收鸡人 每天就能收取死鸡 赏个仙金 每个地方都有 每个地方都有收鸡 而且经证相当激励 收死鸡 你给人一天 早上骑摩托车的 反正是七八百劲 一切就往里 躲开就栽不了 只有开车的 反正就三四千斤 一天 这些死鸡 都被他们送到哪儿去了呢 记者发现 各路收死鸡的人 都把死鸡运到 富州城镇北侧的一个村子里 这次拔来这些 记者仅仅在此 等候了二十分钟 就有三辆摩托车 和一台拖拉机 满载着乘带的死鸡 从这儿经过 这些摩托车 三轮车拉着乘车的死鸡 究竟运到哪儿了 记者悄悄地跟在了这些车辆的后面 知情者说 附近一共有六七家大大小小的死鸡加工点 而且他们干这个行当都很多年了 可谓是远近闻名 在收死鸡者必经的一个路口上 记者发现 各路收死鸡的人 都把死鸡运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记者来到村里最大的一个加工点 让人惊讶的是 就在加工点门房的房源下 竟然还装有一部监控摄像头 在院子里 眼前的情景让我们倒吸了一口冷气 鸡北角上的死鸡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对方见识陌生人来都显得相当紧实 记者注意了一下 收死鸡的人一斤鸡可以赚三毛钱 以每天收取死鸡一千斤计算 每天就可以获得纯利润三百元左右 全年下来可以赚到十万元 记者又注意到 在西侧里的小房间里 蒸汐笼罩 味道刺激 污水横流 子鸡遍地 十多个工人正在车间内加工子鸡 这个加工车间共有四个小车间 第一间就是脱毛车间 主要用来给子鸡脱毛 第二间是浸泡车间 由于病子鸡颜色发清楚 只有通过浸泡 才能除去融入身体内的血液 从而是子鸡的颜色发白 这鸡怎么泡呢 第三个车间是蒸煮车间 两个大锅里装满老汤颜色发红 气味相当难闻 最里面的就是储存车间 很多已经做好的鸡腿 正摆在脏兮兮的铁架子上 看起来让人作呕 而对于这些死鸡制品 几乎所有死鸡加工点的人都说 这是用来喂猪的 把来做成啥产品呢 白条鸡 有的时候喂猪啊 我已经做成啥产品 有白条鸡 有的时候像你刷一张个好 活的那里有白条鸡 那你干啥啊 那你 都要糊手给猪吃啊 给猪吃还有糊手啊 糊手全糊手 为啥啊 要不然他不吃 李老板说 他家的死鸡制品 共有两种 一种是白条鸡 另一种是死鸡分割后 煮熟的熟食品 价格特别铁力 还一块八亿斤 所以销路特别好 甚至远销省外 你这个鸡鸡过一顺点 白条鸡吧 白条鸡 莫清了真相 记者立即联系了质检部门 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行动小组 立即赶往了死鸡加工点 所有生产全部 在现场还发现了 大量用于蒸煮熟食的工业用盐 工业盐是由工业原料加工制成的 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具有强烈的致癌作用 亚硝酸盐也是剧毒物质 成人摄入0.2到0.5克 即可引起中毒 3克即可致人死亡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相关部门 能及时出手 别给这些死鸡留机会 你们的付出 不是一言所能描述 你们的声音 给了我们多少感悟 为了文明的传承 为了天下的和睦 默默无死无怨无悔的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感受到我们的华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